大家好 欢迎来到NICE学院 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了我们JavaScript中的 全局函数 那接着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我们JavaScript中的 一些特殊形式的函数 首先来看一下 在之前我们可以声明过函数 对吧我们通过Function关键字 来进行一个声明函数 那其实呢我们的函数呢 也是一个数据 函数也是数据 那JavaScript中的函数呢是一种数据类型 只不过这种数据类型呢 有两个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呢我们在函数体中 是不是可以包含我们的代码段 对吧而且呢这些代码呢 它也是可以执行的 那接着来看一下什么叫函数也是数据呢 你看我们可以这样来声明一个函数 Function Test 或者我们写过CLC 就要接到两个值 接着我们可以Return一下 A加B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呢我也可以把它附给一个变量 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Var一个 Test 等于它 可以Alert一下 Type of test 来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Function 没问题 那现在我写第二个函数的时候 直接写test 接着传两个值 1和2 1 2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3 这个没什么问题 你看得到的是3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我们同样的还可以这样再来进行 调用函数的时候 直接以这个变量的名字 加上一个小括号进行一个调用 那再往下 那变量 我们能不能把它附给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附给一个test1 等于显得等于test 这时候我们再Alert一下 Type of test1 那此时test1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个函数 那这时候就相当于把谁 把test付给我们的test1 test1也是一个函数 就相当于把这个数据付给test1一样 那接着我想调用一下 Alert一下 test1 一个3 一个4 得到结果 你看 也是7 这样的效果 那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们生命函数的时候 同样的可以把这个函数 付给这个变量 也可以 这样的效果 那再往下 其实我们在生命函数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来生命 不带有我们的名字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匿名函数的作用 写了一个function 直接 小括号 如果需要接到参数的话 你可以写成一个xy return一下 x加y 或者x乘y 都可以 那现在这段代码呢 就是一个 你看 生命了一个函数 但是函数有名字吗 对 没有 那此时呢 就是一个匿名函数的形式 那其实这种匿名函数啊 包括我们的匿名数据 你写成一个123 放到这 写成一个king 放到这 这都不代表错误 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来看 第17行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它告诉我有一个错误 17行 f unc tln 没问题 return一个x称以外 我们可以把它付给一个变量 ver test1 再来运行 好 现在没有错误了 那其实这样的效果 这就相当于一个匿名数据一样 因为你并没有把它付给一个变量 那同样的这个也是 那现在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可以有匿名变量 也可以有我们的匿名函数的形式 也就是这个函数 没有我们的名字 那其实呢 和我们这个有名字函数也差不多 但是呢 这个匿名函数呢 我们可以应用起来 可以看一下 首先 匿名函数 来往下看 在这儿 匿名函数呢 我们可以通过它 把我们的函数表达式 存储在我们的变量中 那变量呢 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函数来使用 第二个 我们可以将匿名函数 作为我们的参数 传递给其他参数 那接收方的函数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传递进来的函数 来完成某些功能 那其实这种形式呢 也是我们的回调函数的形式 那接着 我也可以通过匿名函数 来实现一下什么呢 可以实现一下 自调用的一个效果 自调用函数 可以来执行某些一次性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一个 自调用函数的形式 那先来看一下这个匿名函数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声明了 我们再来写一个 VR一个test2等一个function 不带有函数名字 x.y 就是return一个x乘y 这样的效果 好 写完之后 我们想调用这个匿名函数 写成一个alert test2 5 4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20 你看 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用 这是最简单的形式 包括通过把它付给一个变量也可以 我们再写一个test3 等一个test2 这时候再写成alert下 test3 传一个2 2 3 3 4也可以 得到结果12 12 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用 那接着再往下 通过匿名函数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种 回调函数的形式 首先什么叫回调函数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就是把函数 传到另外一个函数中 接着在另外一个函数中 我们进行一个调用 那此时呢 这个调用这个函数 这就可以叫做一种 回调函数的形式 在这儿呢 我们也把它归纳到我们这种 特殊函数中 用的回调函数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例子 你看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回调函数的例子 它也是对我们匿名函数的一个应用 回调函数 在这儿呢 我们可以先生命一个函数 function 假如说写个clc 需要接到两个值 xy 这时候呢 我就返回一下 在函数体内 我就调用一下x 加上一个y 这样的形式 接着我们再return一下 通过这个变量加小括号 这是不是函数调用的形式啊 那现在用到了这样两个函数 我就可以定义一个 function test1 就return一个3 简单的写啊 function test2 return一个5 那接着我在调用这个clc的时候 我就可以这样来写 你看一下 我可以写一个 alert clc 传一个test1 再传一个test2进去 那此时得到结果 是8 你看 我们把这两个函数的名字 是不是传到了这个函数中 接着在函数体内 我们是不是通过变量或者逆名函数的形式进行了一个调用呀 调用之后得到一个3 得到一个5 接着返回的结果是一个8 那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回调函数的形式 那现在你看到我们是将这个test1传到了我们这个clc中 那此时a就成了一个回调函数 这个test1就成了一个回调函数 如果说这个回调函数还是一个没有名字的 这时候呢就可以叫做一个匿名的回调函数 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把它除掉 还可以这样来alert一下clc 第一个function 不带名字了 假如说直接return一个5 好 逗号 再写成一个function return一个10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是15 你看到这两个函数名字 是不是没有啊 就是我们匿名函数的形式 那此时呢 就是一个匿名的回调函数 这也可以 那接着什么时候来使用这个回调函数呢 其实回调函数这种形式呢 在以后的开发中应用的也比较多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接着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回调函数的优势 可以让我们在不做命名的情况下 来传递我们的函数 这样呢可以节省我们的全局变量 那第二个还可以 让我们啊 将一个函数调用 操作委托给另外一个函数 这样呢也可以节省一些我们的代码的编写 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性能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回调函数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看一下这种回调函数的一个 回调函数的一个应用 这个函数呢还比较重要 这种形式的函数 好 那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我们要求得三个啊 假如说我们顺便一个函数 我们再写一个吧 test或者f1c9 来带着大家来理解一下回调函数 假如说我们先声明一个啊 让每个数字 传进来的参数 让它乘以一个 3或者2 我们可以这样写成一个test函数 或者叫一个 martin by2 乘以一个数字 乘以个2 或者就乘以一个 简单一点啊 乘2 现在你需要接到几个参数 假如说接到三个参数 把你传进来的三个参数 我都以都乘以一个2来返回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下数组的形式啊 在之后我们会学到我们的数组 可以先应用一下 VR上面一个变量 I 在上面一个数组 AR等一个数组 好 接着我们来便利一下 for I等于0 接着I小于3 I++ 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接着我就把它 I的值放到我们的数组里 得到什么呢 让我们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乘以一个2 那现在你想得到 传进来的参数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之前学过的一个 Occuments 接着让它乘以一个2 放到这个数组里 最后呢 我们可以返回这个数组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可以实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还可以 再来设明一个函数 接受一个值 接着让它加1 再进行一个返回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 function 写上一个 添加1 加1 假如说你传给我一个值 我就可以让它进行一个 加1 所以证明一下 A加1 返回回去 这样的效果 有这样两个函数 没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实现 在这个三个元素 实现这三个元素 在我们这两个函数之间的 一个传递 这时候就需要定义一个 用于存储我们元素的 一个数组 那接着我们先调用一下 假如说我们先调用一个 生命一个 A2 等于一个放过号 接着调用一下 乘2 传几个值 传一个10 20 30 乘完之后 把它的返回值 付给我们的数组 A2 接着我们可以得到一下 你可以alert一下 A2 你看 得到的结果是20 40和60 没问题 那再往下 我们还分别将这几个元素 传递给我们的这个 加1的一个函数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 需要先用一下 利用一下我们的一个数组 便利一下数组 负 I等于一个0 I小于等于 小于3 接着I 加加 在我们的循环体内 我们就可以通过 调用一下 加1 这个函数 把谁传进去呢 就把我们 my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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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变成了一个 在这块写错了 加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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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 传进一个10之后 返回的是一个 加1 返回的是11 没问题 在这块我们要付给这个数组 是不是少写了一个i 对吧 好 没问题 那现在得到结果 21 41 61 这样的效果 现在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数组 数组我们也马上学 下节课就学到我们的数组 所以说这块我们先来用一下 那现在你看到 我是分别通过这两个函数 来得到的这个结果 那现在呢 你想通过一个 要通过一个函数来实现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种 回调函数的形式来实现 而且呢 假如说 我们的这个数组中元素 要很多的话 你通过我们的循环 便利的话 开销也很大 那接着想把这一段代码 变一下 我们就可以这样再来 看好了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函数 Function 写成一个Test 在这里边需要 接到三个参数 接着我们再接到 另外一个函数 Callback Callback代表我们的 回调函数 首先在这里边 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上面一个 VRI 再上面一个数组 来保存我们的值 接着便利一下 For I等一个0 I小一个3 接着 I 加加 便利一下我们数组中的值 那接着 我就可以调用一下 你传进来的这个回调函数 Callback Arguments 里边的I 接着 乘以一个2 其实呢 是不是又把我们这个 简便了一下呀 把它乘二的结果 调用给我们这个callback 当做参数 传给了我们这个callback函数 那callback呢 也是一会儿你要调用那个加1的函数 把它传进来就可以 再往下 把它的值 再付给我们这个数组 来保存 就可以 接着repern这个数组 这样的效果 修改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加1的操作 还是function 加1 或者add1 写拼音太low了 add1 需要借到一个参数 return一个a加1就可以 这时候我再调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我调用test test一下 传一个值 传一个 5 6 7 接着却要传一个函数 那这个呢 我只用把函数的名字传进来 传一个谁呢 传一个add1就可以 那现在你看到这四个参数 分别给了abc和callback 其实在函数体内 我是不是调用了一下add1呀 把这几个加完之后的值 重完之后的值 传给了我们的add1 接着加1之后返回了 那你再看得到的 11 13 15 5乘20 再加1 11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就可以通过 我们的这种形式 来实现了我们这种 回调函数的做法 把这个函数传进来 当做参数传进来 接着在函数体内 进行了一个调用 同样的 我们要不想使用这种 你要不想定义这种add1 你还可以这样来定义 使用我们的匿名的 回调函数的形式 首先调用一个test 传一个5 test 传5 6 7 再传一个函数进去就可以了 写成一个function 接到一个值 接着ret认一下 a加1 或者a加2 现在你看到 得到的结果 12 14 16 也可以 而且呢 使用这种匿名函数 也更容易 我们来调整我们的代码 你像这种函数 是不是写死了 对吧 接着我传一个匿名函数 你可以任意的 来调整我们函数体中的代码 也可以 这样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回调函数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回调函数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形式来实现 我们自己定义的 回调函数的形式来实现 也可以使用我们系统中 提供给大家的两个函数 可以看到 通过他们两个 也可以实现 我们回调函数的形式 可以通过谁呢 可以通过他 可以通过我们的call和appline 来实现我们回调函数的一个形式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全参数的时候不太一样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function test1 需要接到两个值 return一个a乘b 这时候我就可以通过 test1 alert一下 test1点上一个call 接着传两个值 一个5 再来一个10就可以 传一个5 再传一个10 test1 点 call 调哪个方法呢 test1方法 接着需要接到哪个参数 传了一个5和10 得到的结果是50 没问题 通过call也能实现 我们的回调函数的形式 用test1对象 点上一个call方法 接着调用一下 test1这个函数 传了两个参数 这是通过我们的call 实现的回调函数的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apply 它呢 在传参的时候 只需要接到一个 第一个是 我们要调用函数的名次 第二个 需要接到的是一个参数的 包含参数的一个数组 假如说写成一个parameters 在这我们再定义一个var 先用一下我们的数组 parameters等于一个数组 传一个3传一个4 这时候得到的结果 你看到 谈出的是12 也可以进行我们一个 回调函数的一个形式 没问题 这是我们通过系统函数 提供给大家的一个call 一个apply 它需要传到 传的是一个什么呀 参数的一个数组 而上面呢 你需要传几个参数 在这边依次来写就可以 这个呢 也没什么问题 这是我们的 回调函数的形式 再往下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下面这种通过匿名函数 也可以实现我们这种 自调函数的形式 那什么叫自调函数呢 那接着可以看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写一个 好 我们再写一个 function 假如说你不加参数了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this is a test 那现在写完这个 你看 这是一个什么呀 匿名函数的形式 我使用在这个匿名函数之前 加上一对 拖号 把它扩起来 接着在后边 再加一个小拖号 写一个分号 这一次再保存之后 你看 立刻就会被执行 弹出 this is a test 其实呢 这种形式呢 就是我们一个 自调用函数的一个形式 自调函数的形式 那接着看一下 只不过在我们的这一块 加上了一个什么 在我们的匿名函数之前 拿括号 把它扩起来 接着再往下 在这个括号 再加一个括号 加一个分号 就可以实现一个自调用 那如果说 有的同学说 我需要传一个参数 怎么办呀 或者传几个参数 怎么办呀 同样的也可以 我们再来声明一个 这个放到这里 没问题 一个小括号 接着写成一个 function 括号 在后面 先加一个括号 放到这 假如说你需要接到 a b两个参数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a加b 接着在这块 就需要传一个 3 再传一个5 你看得到的结果 是8 这样的效果 在调用的时候 我就需要来传 这样两个参数就可以 你需要接到两个参数 我传两个参数 那接着得到的结果 是8 同样的 也可以实现这种 自调用 不要看这种形式 比较吓人 你可以这么写 或者说你这样写 看着也比较明显 好 接着把它锁近一下 这样看着也比较明显 这就是我 自调用函数的形式 也是通过回调函数 才实现的 那这种函数的形式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在这 加一个注释 可以来看一下 又自己执行一遍了 有了这种自调用 首先我们可以 首先我们可以 这个使用匿名函数 不会产生任何的 这种拳击变量 使用这种自调 匿名函数 不会产生任何拳击变量 这是它的优点 那缺点呢 这个函数呢 只会执行这一次 无法重复执行 所以说呢 它也比较适合一些 初始化的任务 或者说执行一次的 执行一次性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可以使用我们这种 自调用的函数 这是可以的 有缺点 也有我们的优点 所以说呢 在这儿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匿名函数 实现下面这种形式 就是我们所说的 立即调用的 这种函数的形式 这个呢 大家也需要注意 也可以 这是我们匿名函数的 两种应用 好呢 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 其他形式的函数 别着急 先把这几个 搞定之后 我们再往下降 那这点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一块 好好地理解一下 我们 뭔가之后 右AST 爹 现在 下来 路了 我 其他 里面 李 李